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复联会日前传出多达170箱的早期账策和烙军军等重要历史文件被搬进孤家私人仓库后就不翼而飞。 不过,汉姓孤家的孤延卓云的女儿孤怀如认为孤家遭到设计,是复联会近似送了两批东西到家中仓库,当时也没清单给他签收,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一周刊报道,云朗观光集团董事长的孤怀如透露,去年除母亲要他和姐姐孤怀群去复联会办公室帮他收拾,两人整理完母亲的东西大约有100多箱,但这些全都是孤延卓云的私人物品,并没有所谓的账策。 郭怀如表示,过没几天,复联会打电话来说他有母亲的东西要送来,要人帮忙开门。 复联会前后共送了两次,大概又有100多箱的东西,后来党产会约谈时告诉他,复联会的员工全都说这些东西是账策。 罗军军那些历史文件,但当时他有打开来看,里面都是毛笔字,钢笔字的书信,感谢卡,就是没有看到账策。 郭怀如质疑,如果里面是有关复联会300多亿的重要账策,可以不用清单,不用钱收,甚至连主管都不用陪同,随随便便就送去别人手上吗? 他也认为政府可以查到相关金钱流向,税务也都查得到,不见得要靠账本查。 复联会170箱关键文件突然消失而卷入灭政风暴,复联会的工作,人员和孤家公辞完全不一样,各说各话让事情变成罗生门。